如果你阿嬷刚好留了200千的Miloko给你 诶 刚好留喜欢大G 不妨你考虑看看这一个 说的就是他 Genie 5G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三门与五门的差别 下了两门 轴距加长了 微向空间来到了211L 两个Airbag变成了6个 黑色水箱护罩 换成了杜格水箱护罩 其余的都一样 经典LED头灯 15寸轮圈 后尾还有一个大叔宝 打开车门来到内四 一个方向盘采用的是实体按键 传统指针仪表盘 9寸中央娱乐主机 支援无线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6个Speaker 还是采用钥匙启动 传统手札 Fabrik座椅 多加了 调整后车窗的按键 前方车窗按钮 人气控制旋钮 两个背架 后座有一粒拳头多 动力方面 Oreal Direct 4轮驱动系统 1.5L 4缸 自然机器引擎 次数AT变速箱 100HP 130Nm 0-100 只需要17.2秒 最高次数140Mhz 你们看完后 会选的Satman还是我们呢 它的新车错票是 199,950块 你们有什么想法 下班里面都知道 我是Gitad 这里是ChariCast 拜拜 如果你不买 一定要介绍你朋友来买